警方拉起封鎖線 多名員警和軍人交談中 氣氛緊張 因為傳出就在民宅外 有一顆疑似是未爆彈的物品 嚇壞居民 長度約50公分 涂有黃色跟紅色漆 雖然有點掉漆 但外表看起來還很鮮豔 居民一直把它當成玩具 不過直到有軍事背景的鄰居一看 發現這東西並不單純 這裡嗎 這裡 這裡嗎 對啊 大家都以為是什麼 發現疑似未爆彈的位置 就在彰化園嶺園東路二段 民宅外的洗手台 後備指揮部也調派軍方人員 到場處理 軍方人員表示 這是一顆來自以色列制的照明彈 它是照明彈 它不是會爆炸的那一隻 算是一個空殼而已 空殼 對 空殼 這裡面沒有彈藥 沒有危險性 軍方指出 照明彈本身不會爆炸 僅僅是射到天空照明用的 為了避免造成民眾恐慌 將使用防暴毯營運至軍方銷毀 幸好甄情案件只是虛擬一場 不過至於為何會出現 這一顆照明彈 軍方懷疑是國外廢物金夾雜路徑 或是民間收藏家 利用其他方式買回來收藏的 三立新聞許書衛林 佩璇寧委 至彰化採訪報導